县长李明珍关心乡亲行的安全 特别由公务处长陈锡吴等人陪同 勘察西头路骨道路的问题 李县长表示 为了推动路品专案 县府将针对年久失修的道路进行整顿 预计以三个月的时间将破损的道路抛除后重铺 县长李明珍关心乡亲行的安全 到路骨乡视察内活村现惨路 中心一路等地方道路 发现路面下屑 未到路品要求 决定办理施工作业 县长李明珍说 为推动路品专案 县府将针对年久失修道路进行整顿 预计以三个月时间将破损道路 抛除后重铺 还给用路人一条安全的路 今天由我们史思较议员和吴瑞宏议员 来一堆来看我们六国乡 这三业堂楼 这三业堂楼可以说是新产路 还有我们中正路厄段 这个地方因为过一区微微管线 现在管线过多年了 路面都下线了 所以今天来看看这个 没来又抛除又重新来封城 今天对交通国民 做成比较避险性 而且也没得到路品专案的要求 所以我们都会马上来做改善 尽速地把它完成 在三个月里面把它完成 让我们这个路股乡民 还是包括游客来到这边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路面 让大家来使用来行驶 陪同勘察的先员许素霞 与吴瑞芳表示 感谢县府团队的努力 愿意协助改善道路 以受损问题 想县府早日完成改善工作 今天也非常感谢 我们林县长带领我们公务处 所有的工作同仁来到路股乡 来关心我们这些市区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有去挂头 观念手蚝 然后空心 然后我们落国这个地方 看到这些道路真的是 很轻轻 林县长虽然在我们的财政 很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今天呢 引诱说把这些比较不好的这些道路 赶快把它铺设完毕 让来这相信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品质 跟那些道路真的是很安全 今天来看三个店 由于我们的新产路来河川 新产路 跟我们的中政一路 跟我们的中政二路 这三条今天管理 所以我们管理部的团队 来这里毁坎 讨论 管理要来奉战 因为六国市公共地区 毕竞制度 所以我们管理 都很用心 决定要来 我们来河川 这三条的路 由于南投市观光大县 林县长只上任以来 就积极推动陆品专案 对年久失修道路进行整顿 不只那乡亲能行人安全 以让来南投观光的民众 有安全舒适的道路 保障其财产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